你今天要檢查它的這個整個 它的中心跟這個 分針車跟這個實針車 是沒有磨水 它的間隙都很好 沒有磨水 所以它這個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這個它是直角的校正過來 這個是靠這個壓住的 這是靠這個的壓住 所以兩根針 那時候我有調好了 它這個一定可以過那個 過那個 孔 一定可以的 我都調好了 後來回來就是 可能是單動的關係 就變成會卡到那一次時間 那卡到一次時間 我跟妳聯絡一下 我說 再看看 撥一下 撥一下結果一撥就 糟了 可能又動了 死紙紛針還是什麼 可能一撥 整個會連帶 對 因為看到間隙 我從那側面看 間隙 變成有大有小 有小 就變成拉到了 變成好幾個點會停 是是是 我現在看這個洞 它這個進來有個地方是 裝粗的 有個地方是這樣寫 這個PIN 這是我們中 我們所謂以前古時候中 都有這個PIN 抓一下 這個PIN 用這個反過來的這個 它這個錶以前的油絲 也是要用這個PIN塞的 但是你要想想看 這支 這支在錶裡面是 大概是千分之一小 然後去塞一個 比這個千分之一小的洞 所以以前的錶的 技師在調整油絲 拆錶的時候 都要非常的技術在這裡 它現在都把它用一種 我們現在都是用膠把它連 這個PIN 等於是用鎖螺絲或連絲 它不再讓技師這麼麻煩 是抽出來然後再進去 因為現在PP的 為什麼說日內網印記 日內網印記 實際上日內網印記 大概全部大概 所謂的工序啦 比較細膩啦 齒輪上的這個角度上 有做倒角 這個是沒有什麼 所謂的實質上的 技術上的大變化 它日內網印記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群眾沒有柱子 但它最重要是油絲的那個 所謂我們今天那個 擦油絲的這個洞 都還是用這個PIN 都還是用這個PIN在擦 不像現在所有任何錶 它都是用 它已經焦合焦死的 那要拆呢? 不讓你拆 它就換你整個白輪 整個油絲 整個洗油絲來 過去之後可以讓你拆 油絲我們可以剪短剪長 那這個也可以 你把它剪下來 剪短剪長以後 剪下來我們再用連回去也可以 只是說過去它就是要 因為過去條快慢 除了法馬百輪以外 就要把油絲這個PIN 戳起來 讓油絲的長與短 再條快慢 所以以前技術要很好 就是這個PIN 你想想看有這麼小的一個PIN 比這個還要更細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對,比頭髮還差不多 比我們頭髮的細 還細一點 比我們頭髮 人的頭髮 比女孩子的頭髮 差不多 還細一點 差不多 還細一點 那讓它軟軟的嘛 就不能太軟 它是鋼啊 不會 它是鋼絲啊 對,鋼膜的 所以說這個是它手錶裡面 比較麻煩技術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技術 因為它今天它就沒有再這樣做了 嗯 那這個就是必須要 因為我沒有帶小鐵水就是 對,它這個就是必須要 一定要 喬一下 一定要很緊 然後現在 我們現在就看它 那個角度有問題 現在五點 好,我們開始看 那進入這個 進入這個 我們用側面 用攝影機罩 它這邊的 有沒有吃到 它裡面 看哪邊罩比較好 你到這邊來罩也可以 好 當然這是我們最後 我們要做到 做技術要檢查 最關鍵 修錶也是一樣的 最關鍵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堅信 有沒有吃到 有沒有碰到 有沒有碰到 沒有齁 應該沒有是不是 沒有 我看也是沒有 有一點 有一點 看 有沒有 有沒有 一點點嗎 一點點 一點點 那我就拉再出來一點點 有沒有 又彈回去了 好像還是 很有彈性 它只有碰到一點點 碰到嗎 一點點而已 還有碰到嗎 有嗎 有點有 碰到哪裡 哪裡碰到 這裡碰到 這個 上頭 上頭 這裡 對對對 這個地方 上遠 上遠 這裡 碰到這裡 我看 我看你的眼睛 我看起來好像沒有